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针对新冠肺炎的疫情 花莲县已经连续的第七天零确诊 县长徐真伟也表示 为了维护民众的健康 开放18岁以上民众 进行现场的残疾预约施打6到7人 而孕妇也可以到八家医院 进行预约疫苗的施打作业 花莲县25号的疫情记者会上公布 已经连续第七天零确诊 县长许任为感谢正在隔离中的相亲 同时说明指出 花莲县目前已经有48位隔离者出院 尚有57位在隔离中 而至于疫苗残疾的施打 县长表示将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 每天现场预约6到7位的名额 而孕妇则是可以到花莲县8家医院 进行预约施打 但必须得要经过医师来评估 若您在14天在防疫旅馆 如果有什么困难或困境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社会处 关怀专线 我们会来为您来服务 另外对于我们18岁的 就是我们有剩余残疾的部分 一天剩余残疾大概最多最多大概就是6计 可以到我们的施打站的现场 带着身份证健保卡到现场本人来登记 现场登记 那到最后我们打完以后剩下多少针迹 其实还不一定 另外就是孕妇的部分 孕妇的部分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医疗 我们在医院 医院都可以来预约打 打我们的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 因为现在莫德纳的疫苗 都在以下的这些医院 来做电话预约 如果您是在妇产科 在诊所来看诊 因为现在的疫苗都还没有到诊所 所以您还是要到我们以上的医院来做预约 让我们的医师评估以后 再来做接种 现卫生局长朱家祥对于残疾的问题 做详尽的说明 也建议年轻者可以尽量礼让 比较需要施打疫苗的人来进行施打 其实很想跟乡亲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有四季的残疾 打在三十岁的人身上 跟四季的残疾 打在六十岁的人身上 我想他对未来人生病之后 产生重症的预防效果 哪一种会比较好呢 当然我相信应该是六十岁 所以其实年轻人感染到 我们新冠病毒之后 就像流感化了之后 他可能就只是没有症状或轻症 所以我还是觉得 我们疫苗应该用在会产生重症 或死亡的这些老大人的身上 县长许正卫表示 花莲对于疫情不能松懈掉以轻心 花莲县政府各级处室 也都制作许多线上活动 希望乡亲能够透过手机 或是电视台来学习观看 相当多的生活资讯 让宅在家也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